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杨阳老师。 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是 云宝宝变乌云。 云宝宝很开心地想找点点到公园玩, 可是点点心情不好, 因为明天要交作业, 别烦我。 云宝宝被点点骂了, 他越想越难过, 他越想越生气。 云宝宝生气极了, 最后变成一朵非常可怕的小乌云。 点点真讨厌, 啊! 他挖挖地放声大哭, 哎呀! 点点家下起好大好大的雨, 哇! 不得了, 这样下去, 点点家就要腌水了。 怎么办呢? 有了, 可以用这个。 云宝宝最爱吃棉花糖, 他的心情变开朗了, 天气也变晴朗了。 云宝宝宝生气或开心时, 会出现什么呢? 小朋友们, 你们想一想吧。 云宝宝生气时, 就会出现。 云宝宝开心时, 就会出现。 彩虹 对啦 好了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 谢谢你们来扬扬Chinese Classes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